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看到 有学长来了 要立正站好 我们郑修大学 尼顺城李老师 他是我丹江学长 那我们是 33届 丹江的建筑系 大学部 那其实同学还很多留在 建筑圈里面 奋斗啦 我只能说奋斗 因为 因为这个业界不是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那不过也是这样子 磕磕碰碰的过了20年 那总是会有一点点成绩 那今天大概 大致上就是用 二分之一的一些设计内容 还有我们在金门做的 包括相对有一点教案 教学的一些 比较有趣的 还有一些是策展 包括对传统工艺工匠的一些认识和推广 那组成今天 我稍微多彩多姿 不一样的建筑人生 那给各位做一点分享 这个是我家 这个是我家 有人说建筑师能够做自己家的设计是很奢侈的 对 因为最近豪宅案打得很凶嘛 所以我这个也不能算太大的豪宅 他基本上希望以平价 然后盖成一个能够优质在乡间生活的 那个聚落里的新的住宅 那这是我家的 那个中庭跟半楼空间 这是大厅 等一下会有专题来讲这个事情 那首先我还是得不免俗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跟那个我所谓的对建筑的一些信仰跟看法 基本上我们会希望从 怎么做创作这件事情 开始给各位分享 因为从人 包括我们老师教我们说文艺复兴 怎么启蒙人跟科学的 跟神的一个关系 那到底在台湾的本土 那在这个东南亚 或甚至亚洲我们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一生的 可以追求很多事情 第二个是怎么找到信仰 那你既然做一件事情 许久应该有一些看法跟 想要贯彻的一些内容 那这个是我觉得 在这样的经历里面去找到 一个一生的一个价值 那我们国内知名的建筑师说 那个建筑师黄申远先生说 建筑师一生的邀请 这句话讲得很美 也很有使命感 那我不能说建筑师只是一个人的打拼 建筑始终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事业 那我得介绍我的另外一半 我的内人 那我的内人他是基本上算 他有一个事务所 那本来就是依附在家里一起做设计这样 那有三件事情对我的生命中有一些 在40岁以前有一些关键 一个是我们设立了一个小的工作室 第二个是盖自己的家 那我们融合了一些现代理念 第三个是我们持续的在做一些 古建物的这个测绘跟研究 那这个大师应该大家都认识 这也算我们老师级的李教授 李千朗老师 那也欢迎各位下周再来听 那个我很想留一个礼拜在高校 好 这是我自己的简单字界 那我不是金門人 就是我的祖籍不是啦 我祖籍是厦门 应该是厦门岛或是同安的人 那我的祖上呢 应该在清中业才签到台南台中彰化 那到我祖父我爸爸那一代 随着台湾城乡移民 到了台北市的南区 有一个叫南机场公寓的附近 这个我想很多 很多人有这一段的经历 好 以上是 大概是以这样为起点 那我做的事情蛮多的 基本上我从学生时代就兴趣很多这样 所以 也看到很多那个 师长跟学长们给我们的一些 带来的养分跟眼界 好 这个大致上是我 初出社会做的一些事情 那累积起来 事实上有许多是台湾的事务这样 包括这个是黄金博物园区 然后这是黄金博物园区的一个 四联洞的高级职员的宿舍 现在都已经在利用的很好了 再来一个跟各位稍微近一点的 是南投的 那个极极县最后一站车城 车城村现在 也经营了一些像木叶村的一个 再生计划 但是他事实上都映照着我们 青年时期对他的投入这样 那也很感谢很多 老板啊 老师们的一些提系 再来我们在金门 其实这几年做了一些小建筑 比较是地景建筑式的 就是建筑物适用就好了 人家说厨大拍片少 所以小岛应该要小小建筑就好 不应该有很大的东西 为什么 这跟生物学有关 生物是从大陆迁徙到岛履 所以大量的东西到岛履以后会特化 这是生物学上讲的 所以他应该会适应适地的去 在大陆里岛小型里岛上做这个繁衍 好 那我怎么做设计 我做设计以后要投射了哪些对象呢 基本上我关注的是世界上许多国家跟建筑师 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离我们比较近的是日本跟OKINAWA OKINAWA早期我们学生时代有相机团 那做了像这个市政厅的 很多装饰与会 然后有很多评价材料 那也因为921地震以后 还有那个宜兰城乡运动的再造 使得邀请他们来做了一些小学啦 东山河啦这些知名的一些地点 另外一个是那个 我从前面开始讲 这个是比较不见经传 因为他算是南亚的 比较知名的地景建筑师 做了很多旅馆饭店 那影响了东南亚饭店的启蒙大师 那今年好像庆祝他100岁生日 去年他就是斯里兰卡 国宝级建筑师叫Jeffrey Bawa 那这个是我们去参观他的一个 因为他们气候很炎热 所以有很多像中庭这样的空间 今天我看到大东 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反应 在亚热带热带气候的建筑 下面的生活样态很多样啊 非常精彩 非常羡慕高雄人有这样的空间 那再来还有像Greamer Car 这是建筑界也比较认识的 另外一个是北欧芬兰嘛 对啊 Alba Auto 芬兰的国宝级建筑师 那当然不免俗 推一下自己以前做的案子 参与过的 就是中野的 跟在车层的牧业博物馆 他用一个附屋的形态去盖这个 像快木的木造厂房这样 好 那为什么定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我想了一阵子 就要 请 因为张建筑师跟我说 要来大动演讲 我说好啊 因为我好喜欢高雄这个地方 那 在学界或者是业界呢 始终要创造一种建筑的 风围或者是奇观 使大家觉得他有心意 然后喜欢去用 包括旧建筑或是新建筑 那 事实上 这个在 近期的 近期的那个 潮流里面谈到一个叫 怎么创造空间的氛围 Atmosphere 这个字 那来自于 创造地方的场所感 地方感 什么是属于一个地方的 那他有怎么能够代表他的 比如说我站出去 我就高雄人 那种感觉 那你创造的地方 他的空间应该是怎么样 所以我总共归纳了大概七个 关于场所啦 氛围的一些内容 那把我的案子稍微融合一下这样 第一个我谈的是 我们到金门一定会看很多老房子 所以到底人怎么住这个事情 还蛮重要 第二个是 我想转化 原来的 闽南的大墙 那当然闽东闽西又不同 闽西有土墙 闽东闽北有石墙 那这个大墙 在现代的 設計里面怎么变化 第三个谈 这比较学术一点就是历史记忆 也就是说 我们怎么把传统空间的优点然后转化这样 第四个是谈关于城市 城市的建筑应该怎么样落户怎么样产生 第五个谈一个很小的案子 它只有一个立面而已 22米平方大很小 它是一个立面的 我们在谈一个 关于 存在 存在主义里面谈的 我怎么认识我自己 这样 听起来有点悬 不过等一下看一下 第七个谈地方的工艺 那最后呢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 人怎么跟自然 一个在折冲之中 我们找到一个平衡点 那由这些编织出 我大概今天给各位分享 七个小的段落 好 七位这个字怎么来的 七位是日本的一种新时代产物 它其实只有四百年历史 然后它加上 它是一种辣味粉 那各位应该去吃日式料理 都一定会吃到这一个 这东西 是太阳底下一般的事情 组合出来新的东西 那它经过推广 然后现在 从江户时期 那一直流行到现在 历久不衰 那它也有再新的转变 关于这 这只是一个延伸 我用这样的 意思是说我们 在这个题目上 界定要有很多触角 去认识我们的环境 那刚刚在车上其实跟 那个张同学也是 谈了很多我们教学 跟怎么带学生 去认识这个环境的 一个过程跟一个手法 好 回到一个岛 这个岛叫吴洲 仙洲 或者是昌吴 它历史上有很多名字 那在地图绘制 现在地图绘制的精密度之前 有很多这样的山川图绘 这个是明万历年间出版的金门地图 看不太出来 可是你会看到有很多湾奥 那上面有很多城堡 再来有很多盐田 所以基本上它不是一个 物产富饶的地方 那在一旁有这个 原来的嘉河雨 就是今天的厦门岛 那北在同安 县制在同安 他说朱熙入主这个同安 主部 那这个辖下要几个里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陆岛长什么样子 中国大陆沿海有很多很多小 中小型岛屿 那金门岛 不敢说很特殊 不过时空下造就了它 很多在时间点上有一定的地位 这是刚刚讲的厦门岛 那北边是 这是江口进去就是同安县在这里 这是平地 这是看起来是比较平的地方 那西边就是海昌 漳州 那我们知道的全张嘛 全张 全就在东北边大概 三个小时的车程 那这边就是很多台商会去的 社工厂 石狮 晋江这样的区域 那这边呢 福建多丘陵 所以里面呢也住了很多人 大概都是比较是山村 所以沿海的腹地不太大这样 那在1949的时候 刚好就分裂了 所以成为 一个 那个 反共前线 那可是 后来又出现 比如说19 92年有小三通 我不知道 在座有人坐过小三通吗 小三通航线 小三通航线 过程还愉快嘛 小三通 还可以 但是你会下飞机 然后到码头坐船 坐船以后就到 沿着红线跑 你可以到厦门或者到石井 石井就是要到泉州这一带的 这是所谓的小三通 那再来 近期呢有大登机场 小岸机场要盖 这边有一个 略略等于小金门岛 一样大的国际机场要盖 这个是在20年以后 以内会发生的大事 那再来还有一座 还没盖完的叫金门大桥 就是大金门小金门 大概它的地理跟时事 现在是这样子 那回到我自己比较 在历史上面找到一些资讯 这个是 明朝初年为了防患户寇 在那个大陆沿海设了很多城堡 城寨 城寨是属于稍微小型的城堡 那各位一定看过很多像 电影比如说《投名状》 最后他们去攻苏州城 去攻南京 那个城堡就很大 那个叫大陆形的城堡 我们这个就是小型的 里面大概有军户百人 所以各位如果看什么 《孝澳江湖》 《孝澳江湖》里面有 这个什么什么千户 意思是说他辖下有1000人 在做那个军事这样 就是一个千人的军队 那军户慢慢落根以后会有 他们的生活跟军卷 所以慢慢衍生出来 有一些城寨的聚落这样子长出来 那这个就是当时他们的制度叫 魏所城制度 魏就是 比如说魏海魏就是比较大的点 那城 千户所城就是守魏魏 所以叫魏所城制度 那我们当时候就做了一些 简单的复原图 然后想象图 那还好我的手还行 就是大概画了一些 关于传说历史 还有这是北门外老 就是金门城北门外老街的 麦菜街的一个想象图 那当然这些想象要有一些来由啦 这个是大概1650年左右 这些地方制度 像我们今天研究什么热然遮层啊 或者是东南亚殖民史 就有很多像这样子 葡萄牙、荷兰人画的 精油通商 可是他们没有照相嘛 所以没有照相技术 所以用这个画家 现实的画家 这就是金门城的一个 当时候的一个外貌的状态 你可以看到海上有沙洲 有人在活动 然后有中式 有西洋式的那个帆船 那盖在高地上的一个 防守的一个城堡 中间呢以前没有灯塔嘛 没有电、没有灯塔 所以用什么 用石塔来作为航海的标的 进沿海就是看那个塔 那在远洋就是看星象 时间到1930年之前 有很多 因为世界经济的变动 有很多移工开始输出 就跟今天我们会有 家里有很多东南亚 或者是工厂 有很多东南亚的朋友们 那当时候的人力输出 因为这边算是 比较贫瘠的 闽南地区 大家读过台湾开拓史都知道 就台湾说 这个香蕉多 然后都是藏力之气 那当时候的生活不是很好 所以就有很多滑工 到厦门 然后到新加坡 新加坡 开拓他们的打工人生啊 有很多就是在新加坡 上面滑散板 到橡胶园里面采集 那各位有看过一个叫 李小龙的唐山大兄嘛 到置冰场里面去打工 就是大概是那种状态 我讲唐山大兄 会不会有的年轻朋友 下巴掉下来 李小龙还是贡献蛮多的 那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是马来半岛 然后这个印尼婆罗州 那这是菲律宾 那我们今天知道的像什么 汶莱啦 然后巴厘岛 就在这附近 那政治经济到了90年代 90年代 在那个郝伯村的行政院长的主政下面 创立了台湾的第六座国家公园 那这个国家公园 比较不同的是 它有很多人住在聚落的状态 也就是它的山林不太像台湾这样 它是比较是人文型的 那个国家公园 但它也有很多海岸 所以像绿黄色这些就是 国家公园管理的范围 你可以看到它是分散的 它不是像泰鲁阁 国家公园是一大块 它是分散的 那因为这些区域有许多珍贵的 包括西南有很多聚落 这个就是泰武山 泰武山跟大武山不同 泰武山在金门 大武山在台东 对 这就是泰武山 各位知道有地下堡垒之称的 那这时候我们才 从大学的老师耳中听到说 有一年寒假我们要去金门 然后要去做调查 这时候我们才登场这样 所以前面有好多好多事情 那在15年后我再回答看这一段 关于对历史的认识 那我怎么往下做呢 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身为创作者 身为教育者的一个问题 那我主要目前有在做四类的事情 一个就是把民居改得更好 第二个是创造一些乡土研究的一些价值 第三个参与一些公共改造 第四个我们要做软件的东西 因为前面都是空间 那我们要把适合适当的人 能够带进去这样 这是目前的一些任务 所以我们基本上做了 还满多事情的 那 好 我们往下走 好 然后我把 历来那个工作室做的一些内容呢 稍微点画 画了一下 这张画的比较rough一点 其实还满 点 点状的东西还满密集的 包括山里的 包括城里的 目前呢 金门有四个城镇的中心 两个稍微热闹一点 一个就是厚浦 然后这边是山外 稍微没落的是沙梅 然后这边叫东陵 不过东陵也正在 等待金门大桥盖完以后 其实已经草房有一点热度了 这是小金门 这是目前的150.3平方公里的 金门岛跟猎鱼岛 就是小金门岛 其实纬度跟台中差不多啦 所以我刚下飞机的时候 我是穿皮衣的 那结果我们张健来是穿短袖 那我们进入各案里面 关于岛屿的七位 就是希望从许多的线索跟资源 从环境中去找到 能够阐述下一个世代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那以下我大概用七个小例子来做这个讲述 第一个就是要回到自己居住的原点 就是我自己的自宅 我称它为里愿 里愿是一种调试性的设计 就是我知道旧的东西哪里不好 所以去修正成为新的事情 就比如说 我一直在想 如果人的服装都会与时俱进 为什么房子不行 这是在金门遇到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它有时候是比较政治性的 所以我就改了我 我们买的一块荒地以后 然后把它盖成 外面看起来融合在村庄里面 里面看起来你会 哇 这样子的感觉的房子 这样就对了 我觉得应该先朝这个方向做 那做完以后 觉得不能只是独乐乐 我觉得要把它广为宣传 虽然我觉得效果还是有限 不过还是继续持续在做 如果一个案子可以讲20年 那也蠻好的 那先讲一些前色的内容 一个是 现代的住居有哪些问题 你可以看到很多村落里面的人 他们选择住在 方和子钢筋混凝土里面 那这种有一个小天地的空间 就被 就被比视为落后 落伍的象征 那有一些建筑师 在90年代出现了这样一套东西 就是说 他为了签证 签证方便嘛 或者是 不用很多审议 政府提供一道标准图给民众盖 所以一共有ABCDE六种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细看的话 这是乍看可以 可是细看的话就是 怪怪的 就是他只取了那个 很比较表象的心态 然后套在钢筋混凝土上的方子 那所以我们觉得 这件事情要受到 一直受到一些讨论 甚至检讨 那比如说它的量体过大啦 语汇太简单啦 你会想想像 比如说我家想要用的 语汇呢 到十年后 全村人跟我家都用的一样 会不会很怪 那这件事情在发生 因为 那个 很多装饰语汇也被工业化了 好这个是家里的 这个一个小的庭院 那 有铺石有绿地这样 稍微不一样 人比如说村里的大省经过 他就说 为什么只有你家的内院会种草地 好 我们想要让那个土地稍微跟 能够呼吸 能够渗水 这是 这是在我们在设计上 做了比较多的改变 然后绿化很多 落地的绿化很多 我们想要做一个 从自载的改造呢 去 稍稍唤醒 那个社会 对这个 老建筑更新的一个重视 那在 1900年代的 这个是山后中宝 它是一个 早期的 比较是集合型的住宅设计 这是成立在1920年代 那大家都盖得很规则这样 这个是看起来是金门很大的资产 那可是住在里面的人抱怨连连 他们说 当然是观光带来压力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 他们觉得老屋跟外界的空气接触太多了 那上厕所要打散就很麻烦 所以他们都选择想要住在这种机能 关在里面 比较机能式的房子 这个在台湾也很多 那另外一个背后的原因是 它有个保护制度在前置这样的 过度的开发 那所以有三个区域 核心区有橙色的 然后黄色的是 生活发展区就是可以盖一般民房 新旧都可以 绿色的是属于农田 农牧用地 所以在这样的 保存制度下面呢 你会看到 看起来这个模型应该可以 可以运转得很好吧 可是不然 因为 比如说一开始就有人抢建 第二个是 他的这个边界 说实在没有定义 到底那条线落在哪里 你家是 他家不是 那我家可以盖三楼 你家还是维持平房 这个就 要很多的讨论 传统的房子长这样 这是我在这个村租屋的第一间房子 就看起来能住我们就进去了 那所以我们会得到很多资讯 来自于天后跟那个房子的状态 比如说 屋矿布它会加支撑 再来有白蚁的问题 然后 木门呢怎么关都关不紧 冬天风很大 都会露风 所以它有一些问题跟限制 我们今天文字可能稍微多一点 但是我就尽量先用土讲就好 那会有以下这些问题 以下这些问题 我常常在这种房子里面滑倒 因为我喜欢穿拖鞋走来走去 这个地 那个防滑的事情在过去 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再来冷风或者是采光 热的 液散的问题 还有现代设备要怎么加进去的问题 这些看起来很多啦 可是这些都是建筑师要做的功课 老房子的壳下面要怎么生活 所以我们就希望产生一个叫舒适生活 在这样的 在新的名剧里面能不能够产生 这样的一个题目就出来了 所以开始做设计 我们研究了传统的比如说针建 是要往前加还是往上加 它的一些方式 那还好我的基地很漂亮 我的基地叫珠山村 那张建有去过 然后妮老师也有去过 就它是基本上它就好像宛如天开啦 那个很好的一个保存的区域 那我家的正门口是这样 一个车进不去的人行的空间 这是示意图就是把 把住宅切开的剖面图 剖面透视 这是面前的巷道 当然就是活动啊或是节庆会路过 那里面有个院子 这可能没有没有点 里面有个院子 那中间的主屋就是周公庭 周公庭里面有 我加了一个设施叫暖房 因为我们的冬天挺冷冽的 因为冷冽 看得到点点吗 因为会冷 要不然为什么高粱节会热买 就是有去过就知道 那个马祖金门会下霜的 那后巷 后巷有 其实还有很多绵延的 那个老房子 有很多老房子 那在这样的场域里面呢 我要对抗的就是远方的这一栋 其实也不远 就是隔一栋房子的 那一栋三楼看到了吗 这是我的敌人在那里 就是一个钢筋火灵土 加了一个传统乌坡的 我就是不想要这样住这样的房子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 砖石土木瓦这样的 空间内容里面去居住 那这是前后侧的立面 那外观你实... 比较分辨不出来 可是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透过一个小烟囱 找到我家 就是我把那个 现代设备直入进去 一层楼 一层楼 有大厅 然后两边有房间 这个5稍微特别一点 它是对着2开场的 所以它是一个 我们叫半户外的餐厅 餐厅旁边有厨房 所以基本上我们下班 我就是坐在5号位置等候吃饭 看女主人忙活这样子 这个就是人生最好的享受 那有一个院子这样 2楼是个半楼 那10号我们把MOD放在这里 7号是我们的主卧室 那基本上是一个 两房的小屋子 那11号就是 你可以踏到外側的一个天台 这样的房子 那我们把它分开以后 它的墙 楼板 屋梁 它的关系在这里 反过来要看的是像这个半楼 跟H型的平面 还有用传统屋架 来放在自己的房子里 第二个就是水 那这样的天然的集水的空间 我们把它就会 因为屋顶会收很多雨水 把它放在那个前方有一个 我们家有一个 我们家还有一个小水池 这小水池是收集我们的洗澡水 就是我们把它用植物进化去 用很简单的棕水 透过植物进化来做浇灌 因为我们每天基本上 会用到二三十升的 那个食用水 那这些食用水 如果你直接进到废水道 就不见了 金门事实上很缺水 那我觉得在 如果场地允许的话 可以做一些这样子的 中水回收系统 看一些实景 这就是夏天九重葛开花的样子 这就是五号位置 男主人的位置 那这个是正面进去的那个 主厅左边是餐厅 然后上面是天台 这是刚刚搬进去的时候 2012年的春天 夏天这样 为什么是夏天 因为九重葛长得很快 九重葛据我的观察是每 一个月长一格 一格大概 一个楼梯大概二三十公分 长得极快 那为了我们要在这里造一个景 这个景等一下卖个关子再说 这个是满月夏天 那透过现代材料 玻璃啦 然后它可以形成一个不一样的风情 它有很多的穿透性 形成一个像灯笼般的一个建筑物 这是日常的一般的状态 这是晚上的时候 这是下午的时候 这个一个L型的空间 就形成遮风避雨跟 那个一点的遮阳的功能 这是内部的大厅 目前的现况也是这样 一个 我们把木楼梯开放出来 一般的传统的木楼梯都是 比较拮据啦 就是垂直爬梯蛮多 所以那个使用起来蛮不方便 所以我们把楼梯直接开放 然后连接上面的卧榻空间 那除了客厅 就是楼下的大厅之外 很多时候我们会卧在这里活动 或者是更好 一些好的朋友就 有时间就来上来这个卧榻空间泡茶 所以你说一个两房的空间需不需要很大 它看起来这边还可以睡十个人 所以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 就是它的变动性还蛮多的 这是刚上凉的状态 那个 壁如也刚弃好 好 那住进去 住进去就很开心 就有很多活动 然后去点缀它 那包括耶诞姐 这是 可是我们耶诞姐吃的是 春卷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很调皮 就把春卷盖在脸上拍照了 那家里 其实我觉得想 最享受的应该是这条狗吧 他叫 他有名字 他叫黑妞 那 我觉得 他待在家里时间比我还久 那这个是 村庄的 我从 刚刚讲那个敌人的三楼 往下拍 拍回来这个状态 就是这个天台 那这天台 那这天台 一边是油气用的 一边就是拿来做塞衣厂 好啊 人生的奋斗就从家开始 这是第一段的故事 那 不只是这样 我们觉得 嗯 你知道你常常住在一个空间 或是你去想 你去设想它的时候 它就进到你梦里 那有一天我就做我一个梦 这梦还满怪的 就是有很多空间的串联 就是 好 从123那个是 你可以看得到是一个河院 可是这河院突然长出一个地道 这地道就是要往下走 好像进到一个防空洞到4号 到4号我碰到一个小孩 因为我自己没有小孩啦 可是我就 这个小孩就很像我 很像我同事的小孩 他在里面跟我讲话这样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于是我就看到前面 5号有一个游泳池 5号这个 然后6号呢 6号这个平面 我看起来就很像 我们以前去澎湖西雨炮台 那个有一个环状的空间 可是炮台里面没有花园 可是我的梦 最后一集里面是个花园 那这梦太特别了 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当然跟前面有没有什么关系 是有是无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个是我参加2014年的 台湾有个新队建筑奖的比赛 那我得到一个入围奖 那可以 可以从 入围的11件作品里面 在高雄是哪一件 高雄是首奖 延程浦那个13民宿 大部分都集中在 你可以看到台湾人口分布的状态 就是北南众 然后里岛很少 所以里岛的作品案件 被入选被看到的机会 就相对小很多 那还好我们那时候 有像小琉球 然后澎湖的案子 跟金门的案子 一起做参与 那这一张不是奖状 这一张是安藤忠雄 给我亲签的 那个 那个 安藤忠雄 各位都认识 应该都 应该会来的都会认识 安藤忠雄 传奇建筑师 那 最近在台湾都是盖 都是盖音宅嘛 比较多 安藤忠雄建筑师 他说鼓励我们 还是继续做创作 然后希望更大胆一点 那我自己就在想说 一个小房子可以谈这么多 那怎么向大众做推广 那十年后我自己觉得 还是有一些课题 还要继续讨论 比如说政策跟营建跟实用 那这些课题 可以再纳入一些教学 或者是 民居研究里面 再持续探讨下去 那近期请 那个摄影师 今天有来 朱怡文摄影师 他坐在后面 那他 请他来帮我们拍一套 那个各个作品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可以比较一下 就是禁矿 以前的 那个九重葛 就是为了遮掉隔壁的水塔 因为隔壁的水塔太亮了 然后太大 所以我们要用一些 那个把它遮屏 屏障掉的 这是目前的状态 那该有的水痕都 水痕都跑出来了 房子有点 去乘手 所以它有很多使用的痕迹出现 那不变的还是那个阳光 可以看到稍稍有一些变动 那比如说那个工作室 我们工作室也牵出去了 这已经成为一个纯住家这样 那这个是上面的空桥 跟楼梯 那封面这一张就是从 桥上往村中心拍去 可以看到一个半户外空间 你是可以踏出去的 去外面喝啤酒啦 做一些 做一些闲聊 交谈啊闲聊等等 所以会有个上下天井的 上下景色的关系 那这个空间就很soft 就很cozy嘛 就很舒服啦 就大家可以 可以待很久 那当然不会只有 十年做一个案子 那可能 可能 会营养不良 我们其实还参与了 一系列的 比赛啊 包括 就是2014年 也是在加洛城之后 盖的 在加洛城之后 参与的竞赛 那这个叫村眼设 村眼设 我的意思 定义叫做 村庄延伸 衍生 出来的 新区 那该怎么做设计 在旧村外面 长出新的 那当然要尊重 传统的与会 然后空间 那这个比赛设定是石户 那因为石户 所以有很多绿地 跟农田的关系 前面有一条小水 水 小溪流 冬沙溪 所以我们希望在 旧村落外面 再做一个石户的 一个规模的设计 当然这个设计 是一个比赛 它没有落成 那最后是拿到 也是路选奖 那可以看到我们 尝试了很多像绿屋顶跟 形态上比较大的转变 这是宗室跟新旧的基地 然后一个石户的设计 那这个是 比较圆形的操作 然后希望把它现代化一点 各位还是可以看得到 传统的影子 我们尝试把它努力做这些转化 这是一个两代同堂的一个家庭 分为前后洞 现在还在找那个 找那个买家 如果有愿意要买这个设计盖的话 那个我们可以 可以稍后来商谈一下 那还有像几个绿建筑的一个规划 那当然除了净土跟自宅之外 我们的事业有一些在蔓延 那比如说有里愿二号 应该在明年中会完成 这是还蛮令人兴奋的 不过十年才盖两栋 也效率不太高啦 那还有大街上的像县府的 公公 这个叫雅鼠 就是这是一个公务处的 立面拉皮案 那街上也有一些电屋在改造 这些电屋都是大概也是百来年的 真正老街核心上面重要的标的 好 紧接着我们谈第二类的案子 第二类是 第二类是我今年才完成的一个小住宅案 那各位可以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 我称它为叫寨子房 寨子意思是说 嗯 对 就是山寨 就是山寨的寨 不用想太多 寨就是意思是说 它可以居住在稍微 边缘山里面的 海边的 然后一个简易居住的 有防守的 一个一个 集合的居住点 那 比较有问题的是这个 事实上我们 施工做了很久 因为中间有 许多问题 等一下我们 稍微详述一下 为什么叫在子房 前面讲了很多 金门有 周边有五个巡检师城 就是在次级的城堡 这城堡呢 其实它原生有一些 有一些聚落 有一些人民 那 在山里面 不 在 山 小山丘上面 蔓延下来 这个是一个城市的 算大姓 这里面住了 約莫三四百人 那它的海岸呢 被 现代军事所占领 那现在作为一个观光用途 我们叫它叫做金门的 叫城堡海滩 所以你想像怎么成功啊 仁义啦 上义啦 这种名字 通常就是国军来以后才改的 所以原来这个名字叫城坑 丹基 听起来就很熟悉 就是 坑就是一个地形 聖丹的 騎着会 那就是城坑 那历史的对照 那还有 这个 program就是一个核心家庭的居住 然后它在 选在这个城坑 这个村子里面 所以你看到我们刚去的时候 这是第一次去基地 这基地就有很多高低差 看起来就有一个小三层的样子 那 因为我们以前做过金瓜石 所以这个还好 完全不怕 金瓜石那更高 可是旁边有一个 我们叫比较扣分的状态是 隔壁房子已经在盖 所以我们会在它的一侧遇到一个大墙 遇到一个三层楼的一栋房子 矗立在锦临基地这样 那我的 找我们去的盖房子的朋友 跟我太太就站在上面 他们在看现场 然后我从下面看 我非常注意那个2米的高差 因为2米就是 你知道就是摸不到 也上不去那种状态 那这个是在上端 过几个月后就是这样子 旁边的那个 结构体已经盖完了 所以我们基地是困在里面 就是盖 盖在这一块 2015年12月 那在这样的基地 我称它叫做 三面围城 因为 就好像我们打麻将嘛 我自己只有那一桩 那一排是 上面都有人这样 这样的基地 想了很久要怎么做设计 我还是 但是 习惯的是一种历史因素 去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索引 那 关于存在 在闽南还残留蛮多的 我们向 泉州去找就有了 这个是叫做 崇武古城 崇武古城 我们 这里面都是石头房子 因为他们是 我们叫 就是全州摆石材的产地 如果各位有到 大陆去叫石材就知道 那边都是石矿 所以他们的房子都是 石头的盒子 那这个是他们城门楼 我觉得城门楼还有好有趣 因为 闽南的城门楼 比较 比较 比较不像北方那么 收敛 南方是比较张扬一点 然后有一点宗教形式 上面就是 福塞 王爷 还是 麻祖母 还是 官邸爷 都有很多这样的信仰 那这个是后期的灯塔才出现 第二个形象是 大墙的形象 墙 分隔两边嘛 可是它有 保卫家园 以及 调整室内舒适度的 这个影像一直是 成为 闽南 很强烈的 一个 一个异象 所以 我近期 就是 常常把这个 抖子器的 影像拿来 使用的 好 所以 量体放上去的时候 开始在做一些操作 就是要 该怎么放 我们决定把 南侧的 属于 上端的 这一面 那边 属于 客厅的 部分呢 量体稍微放低一点 然后 把 房间的部分 都放在 刚刚邻居那一面 大墙的 后侧 为什么 因为 阳光方向 因为西北向就是 刚好是这个 西北向 刚好 邻居的房子 只会我们 阻挡掉夏日的 西晒的阳光 所以我就把 房间 通通放在 它的后侧 这样的原因就是 你的房间的 气温不会 急剧升高 好 那我们基本上 考虑到这样 那地形 当然也是影响它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3D模拟起来 是长是这样 当然 嗯 大墙的意象 还有城堡的 可以瞭望的 它就被我融合在一起 做模型 就很开心做模型 案子很小 可是就是很想玩 这个 你觉得要解释吗 好 我们看这个剖面 这剖面比较简单 这是一个楼梯塔 楼梯塔 然后旋转上 这是房间 我刚刚讲叠在一起 那这是邻居 邻居的房子 所以太阳 晒过来是这样 所以这边 太阳到南 到冬天的时候 跑到这里 所以它会 接受到冬暖的 这个客厅 就会 形成一个 像阳光房的状态 设计 也不是很复杂 就把它做完 然后 好用 就 我们觉得这样 就是一个好的设计 所以盖房子 就很兴奋了 从模型要到真的 这件事情 就很兴奋 那 岛上常常用一种 比较类似加强专照 就是比较简易的 框架式的 然后 作为一个 方子的足够 会 在工匠上面比较熟练 那你说如果要 他们要盖什么清水膜 那可能就不太容易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框架下面 把石墙再累租起来 常常就是做到一半 比如说小孩子的 今天小孩子的房间装修以后 这个我们在谈的 也是一个小城堡的感觉 我们做一个木构的小城堡 把它放在孩童房里面 里面 有一个男孩房 一个女孩房 四口 一家四口 这是 也是近期去拍的 那 可以看到 斗子系的一下 那我们也把 像冲楼啊 有一些色口的 的小装置把它放进去 就是加 为什么这边要稍微封闭 因为 一样是 考虑气候 因为 也要 尽量让东北风不要灌入室内 所以 正面把它做稍微比较封闭一点 那 做起来量体 感觉跟模型是差异不大 那 这个是最近也是冬天 秋天去拍的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一张 这一张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大墙里面包着一家人的生活重心 然后这个 是生活是可以蔓延出来的 蔓延到这木平台上草地上 那下面有一个空间是一个秘密 它 因为地形的关系 所以产生一个两公尺的高差 这个下面呢我把它跟厨房做一个对景 我在 也简单讲就是我在厨房外面做了一个水池 让它降温啦 另外一方面 因为男主人说 因为我在水池所上班 所以我很想养育 那太好了 那我终于可以做到一个有水池的住宅 这是刚进去的客厅 让它稍微低调一点 基本上我们只做一些灰泥粉光 没有太强的技术 整个空间让它先压抑一点 那这个窗后面 转到厨房 转到厨房你才看到那个水池 那另外一个动线就是上到主要空间 客厅在上半层 所以你是从入门以后不会直接看到客厅 是有个玄关跟楼梯间的感觉 再往上走 你选择往上走或是到厨房 或是到校清房去 这是那个水池 目前还正在努力装点 不过有时候设计是不要全部做完了 就是放一半给业主自己去慢慢发展 这个厨房 一个半地下的厨房 那还是采光跟通风还是要照顾到 重来还是 重来还是半地下 那楼梯塔的上端的瞭望是这样 就盘旋而上的一个楼梯 其实很简单啦 那中间一个90公分的挑空 那形塑成这样一个状态 它是一个回旋而上 看起来好像很神秘 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地形带来的 不一样的地方 让那个住宅的配置有不一样的想像 你可以上到客厅 客厅阳光非常赏脸 就是冬天阳光准时报当 就是那个角度 那因为目前 业主跟我说那个 陈老师阳光直射太热了 我们要装窗帘 对啊 我说本来就应该要装窗帘 那这个部分 这部分可以 可以自由发挥 对不对 那往上走这个就是到主卧房 主卧房呢 当然一般不会见客啦 主卧房就是 有一个女主人都梦想的 大型更衣 衣帽间 就是可以调买一排衣服那种 然后一个小书房 因为他们的小朋友都小学嘛 所以小学还是会跟父母在一起睡觉的时间多啦 这就是客厅的状态 上楼 这最上面一层就是 往左往右是 男孩女孩房 这是男孩房 上上里 应该上个月去的时候 已经开始在用了 你可以看到他可以开始点缀自己的空间 然后阳光还是可以杀进来 这是一些细节 我们摄影师很喜欢右边那一张 他说阳光的氛围很好 其实我们细节没有做得很复杂 就是 我最近很喜欢用不锈钢 不锈钢就 看起来就很大气 然后因为耐用度又够了 所以他用在聚焦环境还蛮方便 台湾人接受度又高 第三个是一个活动中心的案子 这个案子 他的出生不太健康 因为他的出生是原来顾问公司去提案 然后顾问公司说他们做不下去了 因为三四次就被居民挡掉 那有一天找到我这边来 他说委托我们做 等于我们是二手啊 等于我们是 等于是我们是帮他承接 把他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 为什么要做呢 我们考虑的原因是 因为他就离那个住宅一分钟 因为地利 因为我们那个住宅已经在挖地基了 这个设计刚刚委托进来这样 我们就说要做啊 当然要做 因为只在一分钟 就是走路一分钟就可以到 一个 谁能够在一个村子里面 同时有两个基地 那是 那是 蛮梦幻的状态 那一样我们就延续那个大墙的设计 原来的基地长成这样 这是 一个 理办公室 理办公室就是 就是你里面买的 他要办一些行政 办一些 那里面还有一些像老人空间 那这边 他走上来几步路 有一堆平房 我们要整理这堆平房 他里面有老人会 有社区巡守队 那未来希望有 长期招呼的空间要纳入 有一种复合性的空间在 在后面 那旁边 基本上他是村落正中心 高处 刚刚前面看到那个海岸村落的正中心 这周边事实上都是房子 那两侧有 中尺两座 还有这个大石块 花岗石 花岗石一直给我觉得 有一种很 很在地的 很原生的 很粗犷 也是很美丽的一种材料 那在这样的基地里面 还印着后面是泰晤山 那个 这样的聚落 其实是相当特殊的 那基地图 基地图我喜欢用手画 因为觉得放到AutoCAD 里面就没有感觉 这个画起来就比较有温度了 欸 台湾或金门有很多聚落是 被道路剖开的 所以在这里也遇到这个状况 这个环岛南路 现在公车 所上下车的位置 左右都本来有后车停 那我在我这次的基地里面 原来也有后车的功能 左边呢 斜坡往上爬一点点就是一个国小 国小两三百人 所以小学生在三点的时候 小学生三点下课三四点 都会到这边来坐车 这个活动被我抓到 我觉得还满重要 因为人要有一个 你一个活动中心应该要发挥 关照或者是 你可以容纳这样的临时活动去 去产生 那周边的像 就是刚刚讲的中尺 还有一些小碉堡 那花岗石一直给我印象 就很强烈 因为这个聚落 的花岗石路头就很多 就很多大石块在路上 所以我们想了大概 几个策略 一个就是 比较景观型的 就是我们要看山 我们要跟石头做一些呼应 第二个是我想做一个 现在建筑都很喜欢做 就是要把一层挑空 我们叫底层挑空 如果你们学建筑学就知道 五大元素之一 我想把这个墙浮起来 如果 好吧就是个变魔术的状态 所以我想把大墙抬起来 它虽然很重 但是我会让它看起来很轻 第三个是寻手 原来功能 第四个是 我把服务空间跟 放在东侧 然后活动空间放在 已凌路了这一面 所以有东西 服务与被服务的状态 第五个就是通风采光 尤其是通气 那就借重这个 热气会往上升 所以经由这个楼梯往上走 那形成一个很好的 拔风的效果 那一样做模型 做模型 这个请学生做的 他也做得很开心 这样 这是一开始的提案 比较 比较简略一点 那 不过可以看得到 大致的原型 是长得 是长得是这样 就是一个 大墙的建筑 然后浮起来 这 又要看图学 这很累 其实这个设计也很简单 我们喜欢做设计都简单 这个大空间把它放在林路 然后把服务空间 全部一条放在后面 所以 大空间会有一个 275的B5 那就很简单 达成一个巡守的状态 设计就做完了 盖了一整年 一整年 这个 营造厂不像我前面小住宅 前面小住宅 还比较 盖得很慢 刚刚讲前面小住宅 为什么盖得慢 因为 好像去洞土的时候 隔壁有 隔壁 这要八卦一下 隔壁 隔壁 媳妇生小孩 生小孩就会 悄悄打打嘛 所以我们就停工半年 让他把小孩生下来 好 石头跟 石头是稍微圆论的 方当然粗糙 可是 现在还是方的量体 我稍微把它做一点 刻意有一点对比 画画嘛 画画我们都喜欢做对比 方的圆的 那二楼的 活动室 就是做一个 阻挡西塞的设施 所以我把它做成一个 比较是黑盒子的空间 比较像这样的使用 那用这个大墙去阻挡 形成 冷热可以 可以交换的一个状态 下面就是用 利用 革炸 或是 青玻璃去造成一个 底层的活动很清晰的 跟观照室内外 最重要的是 让小学生愿意带在这个空间 那这是 零 就背后小广场 跟中指一侧 远方看起来是这样 还好还不算很张扬 这是 这是 中指跟 新建筑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抽风的 设计 服务 服务带 就是 都围在东侧的这个 楼梯上面 不过这楼梯真的做得很辛苦 因为这楼梯要符合无障碍 的 那个 设施 室内空间就尽量 大空间 那简单 那让它的可动性跟 未来居民参与可以进去的更动 可以 可以比较多变化 最后是回到这个景 就是 去瞭望 所谓我们的村子 好 第四个案子谈一个很小很小很轻薄的案子 它 基本上只花十万块钱 是 对 我们常常做这种设计 这是一个朋友的书店 她的书店原来租下来是长这样 这个书店前身是一个证券行 澎湖女儿定居到金门 她一生梦想就要开一个书店 所以她租了这个 这个房子 那 作为她人生的 后半场 很重要的舞台 所以 我们要帮她做什么 她跟我说 陈老师这厘面太丑了 不觉得她是个书店啊 杂货店好一点 那 我说有两个途径 一个就是刷油漆 第二个包起来 那我想不知道别招了 还是 还是用布 用布包起来 如果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就是设计要很简单 可是又不好做这样 好 那我们最后选择包起来 因为刷油漆还要今年维护嘛 刷油漆你可能 三四年要再刷一次 所以我选了这个材料 这材料 基本上它会 它会 秀 会坏 这个东西 如果是铺水沟的 工人们一定很熟 它叫免拆模板 很便宜一件 一片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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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在这个上面做一点 不改动它 用那个原材料 然后去符合一个框架 然后就把它 劈成一个 内外交叠型的一个状态 就是形成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立体的 立体的假面 一片这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当我没有想法的时候 一个是我会去逛五金行 这是 这是蛋浆的习惯 没有 idea 你就去找 找任何能刺激你想象的状态 第二个是 它这个书店的名字给我一些想法 等一下 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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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名字叫 我在 书店 我在 我事故我在 怎么做设计 我也不知道 我摸在头头很燙 我事故我在 怎么做设计 那 那你会去查 它是 结构主义的 羅兰巴特 那些 地大大哲学之后 你还是要回到形式嘛 所以我就做了两 做了一个动作叫做 我画一个键号 地面一个键号 这个叫做 我进去跟我出来 就好像我翻书跟我壳上书一样 可是所以我做的例面 不是把它做成一本书啦 我觉得设计有时候是复合的 有时候是缠绕的 所以我就把 框架做成前后 然后把它 把它像闪电型的胶 胶盒 当然是用铁弓 就是要靠铁弓 做一个小的骨架 立体的像灯笼这样子 然后把它附做在 立面上头 焊上去以后 乍看很漂亮 可是我知道这个 半年后就生锈了 这东西 因为它是 临时性的材料 所以就形成这样一个状态 看起来前半年都是闪亮 后面就会斑驳 那有时候那个生锈的雨水会滴下来 这个就叫我在啊 我跟时间在存在的 就是跟着时间跑的 所以这个 当然下面还有一个招牌 招牌 那这个 在里岛的经营书店 基本上叫做吃人说梦 那因为我们有这些朋友 支持他 帮他圆梦 那这个设计 工钱他材料他自己出 设计送他 所以就当做他的开店礼物这样 所以做起来是 前半年是这个状态 我每天上班开车经过 都觉得好开心喔 有一个稍微不一样的街道立面 这是最近的样子 所以惠生锈就是我在 那晚上呢 我在里面你看得到啊 这也是我在 所以他要有一个透光性 所以我大概想像就是这样子 就是经过几层的转移以后 那这也是租屋摄影师最近帮我们拍的 抓的角度挺好 因为旁边就感觉就是商业空间嘛 旁边卖房子 左边营业店 然后卖房子呢撑不下去 现在又变成夹娃娃机店 就是你会看到 可是你还要看到一个书店 还挺腻在那边 你就会觉得 这个社会还是有点希望 蛮好的 前面就是我们做的比较 我称为是比较硬空间的案子 类的 后面我们来谈一些软性的 就包括我跟学生 做教学互动 有一些展演 基本上给陈诚老师带设计就比较辛苦 因为有时候 老师会把他们拖到街上去 做访问啊 做展览 然后要跟人互动 那我虽然很严厉 但是他们还很爱我 那我还好啦 就是还算 还算是个 还算是一个有教学相长的状态 那底下是我 宝贝学生三个 那这是去年吧 今年初做的 我给他们一个 这是四年级的题目 然后 我这人个性比较 怪怪 我不喜欢出那个很好做的题目 我给他出了一个题目叫做一条缝 这一条缝就是在五庙旁边 然后有一个附属空间 这个附属空间 原来作为 县政府早期的叫物资发放处啊 那现在改成 闲置了20年后 现在被一个NGO拿下来做 租下来做泡茶间 就是一条附属空间 再也没有 没有其他的 没有其他的可能 就是你的建筑盖起来就是一条的 那因为我觉得这空间在城镇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旁边也是个宗石 然后我的红色左边就是官地爷庙五庙 这样一个夹缝的建筑物怎么做设计 这是很多城镇面临的那个 更新的状态 所以看到学生在努力在挣扎 这个时候有的老师也觉得很虐待 可是又觉得很有趣这样 设计不好做 那拉到街上去 去讨论街的状况 然后跟主委庙嘛 庙有一些人士要了解一下 他们真正知道脱离学堂 然后去真正到社会去讨论一些事情 那中间是我们好朋友 他是地方NGO 一个叫净土豆文化工作室 目前我们一起做共用办公室 那受到他的帮助很多 那他带领我跟学生一起看这个基地 这个基地移基就是这个下面 泡茶间 这个太学术了不要看了 基本上我们想要做一些好空间 所以就做了一个展览 为期三个月 刚好跨年 让金门乡亲回乡的时候也可以看到 有金门大学学生一起来 关心社会议题 这个交完图总是露出灿烂的笑容 那交完图之前是他要跟现场的来宾做公开报告这样 因为这个也是训练建筑师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们就是看到那个一条房子要怎么做设计 好 这就是我们的小组作作业 所以第六个是一个展览 这展览是暑假的时候 我拉着李秀秀李老师一起做的 那他我们做一些传统工艺的研究 这个还是会落在建筑结构上面 这个建筑结构就是传统大幕讲义 那这个在乡村地区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说匠益凋零嘛 那个中生代的人都进不到营造厂去了 那更何况是传统工艺 所以我不知道传统工艺在高雄有哪些 其实应该蛮多的 那一样我们也是拉着有意愿的学生来做 这时候有两个实习生加入我们 我们做了一个 先钓前期做钓台研究 那文化局就 就要求了 就是前面没有很多 然后工作很多 你要测绘 你要做模型 你要做实体模型 可以展览 然后还要做影片 做影片这样 基本上我就是一个什么都要绘的人 好 那怎么做研究 我们去找到琼琳的蔡世佳庙 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影片 就会很清晰 找到他最庄严最硕大的大宗址的木洞架来做研究 那各位如果看过庙啊 看过宗址 祠堂 你会知道那个闽南的几种 比如说蝶斗啦 穿斗啦 这种形式的台梁啦 台梁是北方的 那刮筒在这个庙里面就 中尺里面就看起来是很多雕钊的很 传统建筑结构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在测了第一次以后 我们先做一个模型 先试验 比如说缩尺五分之一 就是 比如说这个是垮距五公尺 然后把它缩成一公尺 那先做一个试试看 那你先做以后你就会知道遇到哪些问题 比如说老师这卡榫卡不起来 我也知道卡不起来 但是我也没打开过 我也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子 那所以要找到keyman 就是找到大木匠师来协助我们 那问完大木匠师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委托给细木做师傅 细木做师傅你要能够凿花 凿花就是他要做一些细节 然后他对传统图文要有一些了解 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像 有一些像这个测绘 不一定完全百分之百 可以摸得到看得到 有很多被匾额挡在后面 那拼拼凑凑一百一十五件 把它缩成五分之一 又回到建筑人很习惯的那个缩辞模型 然后要真的做出来 做完以后还要装得起来 这个还满考验的 那然后还要做三组 你说这个文化局要不要瘦 很辛苦的工作 不太容易啊 那还要做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空间不大 所以还满能够能简单的做 就是我们把三组模型 图样可操作的空间 把它跟观众 试着把它融在打成一片 好这个是讲义 讲义我们就不要看了 讲义就是给上课的人 因为既然办展 文化局就说 顺便来两场讲座 所以就要我讲两场 所以要派一些讲义 给学员有一些资料可以回去 嗯 搜搜 那个搜着或者是继续研读 所以把五分之一做出来的样子 是这个状态 这是第一个 那我们觉得 这个叫一般人拆开 他会有恐惧感 因为你不可能要 那不太人性 你要一个人在那边 hold在那边三个小时 装一组回去 他又不用 他又不是来钻成 他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啦 你要看一个展你可能 每一个品项你花 十分钟已经很多了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模型就是用这一组去做 三分之一 就是让他的构件更小这样 就是这个 各位看到这个就比较不怕 因为他只有十个 前面那个有100个 所以我们就开始 展览就开始 最简单的一组叫做笋卯 就是卡榫 的肋膏这样把它做在 所以这个就很亲民 可以给小朋友玩 他会去体验 每一种的卡榫的状态 这个就拆解了 那这两个主佬是 就是我们叫长老啦 他说他也没从来没看过 原来他们家庙的 木构件是长这个样子 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 好可以放一个影片 这影片是随着那个展览 一样分作三组 那我今天把它集合在一起 我们先观赏一下 穹林 位于金门岛的正中央 这里是金门规模最大的 古厕聚落 村内传统建筑繁多 砖石磊器 小街小巷 饶富趣味 根据金门县制记载 金门远属同安县辖区 文峰鼎盛 明清两代更是磕甲联灯 因此金门各宗族创建 与重修祠堂甚多 既有一百六十几座 穹林菜市的家庙 有七座八词的称号 数量之多 堪称舞蹈之冠 其中 国定古蹟菜市家庙 是穹林聚落里的重要场所 创建于西元1529年 闽南俗语说 是指双方做事时的配合度不够 无法配合 笋卯原来是古代木匠用词 笋是突出的构建 称为公笋或养笋 卯是凹入的构建 也称作母笋或阴笋 合称公母笋 是中国古代建筑文明的特殊成就之一 笋卯的最主要作用 是连结及固定两块构建 简单地说 可视为一种类似人体骨骼的关节点 并提供相对的弹性 笋卯的结合仍保有一些空隙 这是它的缺点 但却也是它的优点 在闽南的大木结构之中 笋卯扮演着对抗拉力和压力 与简粒的三项功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直播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闽南的传统建筑材料多以砖、石、土、木、瓦为主 一栋家庙往往有数百个以上的木构建 它每个构建及组合方法都是智慧的结晶 在传统建筑的大木构架中 一组三通五瓜的架栋上有五个瓜桶 瓜桶上皆有蝶斗 通常最底下的蝶斗较多 可达多层 中脊营下面的蝶斗最少 只有一层或两层 斗鱼拱是东亚木构架建筑中关键性的结构部位 整个屋顶的重量经斗拱传递到立柱 斗拱又有一定的装饰作用 是东亚古建筑显著的特征 并将重量传递到乌梁下的点筋柱 朵做下去一定要灭合 不灭合你一压就会破掉 这破掉就不坚固 每个细节都要做得很密 结实才不会破掉 这开始做 这大桶一定要从这个前面 一直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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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过去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 最重要的一定要密合 如果说不错 到里落底下就是有空 密合它才不会跑来跑去 因为这个压下去 这个下面没有损的 它靠这边我们就会大桶面 桶宅嘛 就从这里一直走走走走 去过去就这样 跌斗主要是可以加固结构 增加刚性 大大提升了防震的效果 斗拱的组成原则 经过历代 基本原理变化不多 但是类型和式样 却十分繁杂 这表明其发展 跟随着中国传统艺术 有简入返的规律 菜石家庙 以大墓结构的繁复著称 以三根通梁五个瓜桶 所组成的三通五瓜架洞 用以承受整个屋顶的重量 并将重量传递到乌梁下的点筋柱 我们普通的石灯 所有的来自扣构 六几条 一六几条 还有这三通 这大架 这是装饰用 所有的来自扣构 和这大通 二通 三通 来自扣构 来自扣构 第一个就是大梨 梨水 上去就是 那个 刀凑 刀凑上去就是抖 抖去就是 两边跳的拱 拱上去就是抖 抖去上去再两个 两个下去就赢了 到时候 你来自扣构 抽双 三点 耳朵 放一边 二个 你帮子 传统建筑中最重要的是大幕结构 大幕结构具有支撑屋顶重量的力学作用 同时也包含了雕刻彩绘等相关手工艺 具有高度的人文艺术价值 闽南建筑技术是复杂和困难的 即使看似简单的水卯结合都充满智慧的结晶 要求一个人要找一个人更有兴趣 有兴趣的对这些人更不怕艰难 不怕担心的东西 一定要找一个好好的老师去教 要到现场来 在新世纪的当前 移动传统建筑的新建跟保存 以及再利用方法都是不容易的 需要投入更多的心力跟技术 去开创维护 好那个 這個 再往下 其實我做的工作還蠻多的 從 從教學 從設計 到寫作到 拍片 可能 就蠻多樣的 我自己也沒有想像 自己是這樣狀態 不過還蠻有趣的 最後一個 今天是 欸 今天拿來做為最後一個 一個project 那我自己 蠻喜歡這個設計 這個設計也不大 它很簡單 然後 功能還算完備 那 它是一個公共廁所 那公廁 對於做景觀建築的人來說 你到一個場域嘛 這件事情是要 滿足它的基本需求 可是滿足基本需求之外 什麼做法是 滿重要的 那我覺得學問回歸到 後面呢你都要有一個 比較大的 架構去支撐 比如說建築要架構在 環境裡面的哪一塊 那我自己 近期比較想要 用生態 跟一個友善環境 做 做一個設計的出發點 那這個設計 的地點在 剛剛講那個 金門如一個金錠 金錠的西南角 就是傳統俱樂區 所以俱樂會有很多外延的 海邊的採集 跟近海漁業的 那個場所 那這邊是很多沙灘的地方 那近海的幾個沙灘 後湖有海濱 有那個海水浴場 這邊呢大概都是 就是 後面的四湖 歐錯 古岡大概都秒無人淹 就去的話都沒什麼人這樣 只有幾個 挖花閣的啊 然後採 庫羅的啊 那這一些 海濱採集的內容 有一天 金門國家公園說要 淨土 這個案子要淨土 他們說因為歐錯的 居民他們想要 蓋一個公共廁所 那 希望大家來 競賽 但是他的 總照價不高啦 300萬 那我 其實是離聚落 大概走路 10分鐘內就會到 就直接可以下海 那這個海灘 這個海灘是一個 一望無際的 綿延好幾公里的沙灘 然後有礁石 那我們想要蓋一個什麼樣的設施 在旁邊呢 而且不要搶掉這個 海灘的景觀 可是又告訴人家 那裡有一個公廁這樣 這個是一個 一個好像 設計者 怎麼去面臨初心的一個拿捏 這是 這是有一點困難的 那我們的設計 就做了一個極小的公測 極小公測是下面有三個量體 好 再教一下圖學 這公測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男測 這是一個女測 這是一個無障礙設施 無障礙廁所 男測裡面兩間 女測三間 結束 它是一個最小單元 那 這三個量體 所以 我們不想要有頂蓋 所以我們後面做一個採光罩給它 那這採光罩下面是個鋼棚 所以 基本上我們也是在做 把傳統的屋架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 好像一個小燕尾這樣 把屋架稍微抽象化一下 然後把下面機能簡單實用 那去海邊 今天 各位從沙灘上來 會做一件什麼事 沖腳嗎 很自然 就是你想要膽 膽掉身上的沙力 所以它會有一個洗腳區 所以這公測就這樣 這個program 計畫就這樣 就是很簡單 那看這張就清楚 我們的設計想法就是 有一個透光的屋頂 為什麼要透光 因為 我們都不需要白天進公測 這還要開燈 第二個是 下面有三個很簡單的量體 然後用 中間的廊道 去區隔 男右女左 然後 後面還有一個親子的洗手台 所以我們都是會在小物件上面去符合 那個真正的使用 那當然還有一個洗腳在前緣 這樣的一個前後左右的構成 那這是施工的現場 這三個小量體蓋起來 沒有頂的 第二次來就是把吊車 跟機裝 機裝打好吊車掉進來 然後把這個鋼棚 阻力起來 剛立起來是這樣 可以看到遠端有海 非常近的一個設施 那 當然提案的過程也有一些曲折 比如說 國家公園 站在保育的立場 他就會說 你應該做一個綠色的啊 應該要藏在林間的設施這樣 然後要低調 我想是要多低調才可以 是不是要做到全部塗上迷彩這樣 那我們提出一個說服就是說 一個說服就是 因為在這裡喔 五公里以內沒有一個地標 你如果晚上有去海邊走你就知道 你找不出口那時候 怎麼會鬼打牆啊 走半天都走不到 都是一萬五計沙灘 會慌啊 所以我們需要晚上有一個 公廁有一個亮點 就是傍晚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 紅色就有作用 所以這個紅色不是 不是任意的 我們是這樣認為它有一個警示作用 就像海邊的救生員一樣 它要能夠被看到這樣 那磚紅跟傳統環境 我們挑色也可以有去選色 那跟磚紅的顏色稍微比較貼近 不是正紅不是大紅 好我們 因為這個view實在太棒了 其實不太需要做什麼設施 那前面就是洗腳區 那我們用一個中央步道 中央走道 然後一個洗腳區 後面就三個亮體 一個鋼棚 其實設計不用很複雜也不用很花錢 我覺得啦 在某一些公共設施上面 那這是我們老闆 我說請你當模特兒幫我拍一張 就是一定要洗個腳 好 雖然那時候是10度 冬天你看它穿比較厚重一點 那因為它是潮南 所以透過林間的木麻黃樹梢 會有晃動的影子 其實會一直映照在那個公廁上面 那冬天的陽光比較低 所以它的那個那個 有一點朦朧的感覺 是不錯的 那因為這些是我拍的 欸不是 這些是我拍的嗎 不是 這些是我拍的 後來我們還是請專業攝影師 來協助我們 那他拍了我覺得 更大大提升我們作品的質感 前面這幾張是我拍的啦 我是要各位比較一下專業跟不專業 然後最後請各位相信專業 對 這樣對嗎 要把學生交給好的老師 要把你家的住宅交給好建築師 這個這樣做就對了 然後要把專業攝影交給專業攝影師 這個我自己拍這個玩的 就看看就好 那我們看一下後面 這是女廁 其實女廁很簡單 而且她沒有緩衝空間 她是開門進去就是馬桶 但是就是靠這個廊道 不過緩衝空間到底做什麼用 因為你四下沒有什麼人 可能就你跟你的同伴 我覺得不太需要那個緩衝空間 就是海邊的設施 如果你去過啊 很多消耳或一些海岸 很多那個淋浴空間基本上是半開放的 就不太需要很包的狀態 你搞不好包得太緊 還有可能是三個月後 比如說發現有人死在裡面 那種狀態可能更不好 所以她反而是容易被 被知道這件事情稍微好一點 所以我們後來就沒有捨 沒有一定要 進入女廁一定要有一個緩衝空間 那女生用完以後 如果是親子的話 就放了一個高低的洗手台 這就是女廁的前緣啊 那你知道有女生進去洗手間 當然你是男性你就會 你就會在右側那邊止步了 這是我覺得 利用一種社會互相監視的狀態 會比較安全 會因為這個離村莊還是有點距離 那後面是請專業攝影師做的 請看看哪裡不一樣 就拍的比較完整一點 那最後這兩張是我 我們兩個高大的男子 跟著一個廁所 玩了一個小時以後的成果 這個這是 遠方是我 然後前面是攝影師 我們希望把那個夜晚的海邊的狀態 因為後來有人挑戰啦 就說 嗯 為什麼一定要蓋一個小燕尾的狀態 然後 紅色等等等等 或者說 這邊是 綠色步道啊 為什麼要蓋一個紅色 可是你知道當 夜晚來臨的時候 建築物是什麼形式 其實長得都不重要 因為根本看不到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他們有一個 嗯 節約人員啦 就是 夏季 是9點 10點關燈 因為真的海邊會 有人會玩到晚上 所以還是需要稍微有一個 小小的 謙虛的明燈 讓他指引回家的路 好 最後 我的總結就是 島嶼雖然 是小型島嶼啦 但是 他其實充斥了很多歷史的厚重的東西 那 我自己的 生涯的命題就是在這樣下面 做一些新生的事情 當然我的 新生來自於我對我過去的認識這樣 所以老價值怎麼重新建立 以及 去 這個 平良過去 不一定是批判 平良或是省思 然後去找到未來 再來是我覺得 因為離島 或者是 偏鄉 需要很多年輕人 持續的投入 我也會鼓勵 我的學生如果有興趣留下來一起做 那 他們 會產生新的公共空間的一些動能 最後 我還是有一個影片 當作我的ending 一個結尾 這個是 全年我們到深圳參加 深圳香港雙年 雙城雙年展的一個 一個影片 那 做為我今天的結 結結語 就是 當然裡面有一些 不是 不一定是今天介紹的 那 把我們CR的歷程 跟 對這件事情的專注度 給各位做一個分享 我們會請 在這裡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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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當初來金門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喜歡金門的環境 那這樣的環境其實最大的特色就是在聚落裡面 很順利的我們就在聚落裡離開這個工坊 那里程兩個字其實講的就是一個林裡一個聚落 其實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一個跟在地居民生活有關係的一個公共空間 大概是以這樣的起點做出發 然後吸收了這些養分之後 我們就開始希望把這個傳統的與會用不同的基地來加入在我們的設計裡面 有幾年傳統房子的居住的經驗之後 其實我們對於優缺到底在什麼地方都有蠻大的成分的掌握 買到這塊地之後其實我們就是還蠻積極的想把我們對於聚落的這個夢想 藉由自己的設計去實踐出來 然後讓民眾可以有一個看得到的實體的東西 我們的禮院其實是在珠山那個國家公園的範圍裡面 剛好就是緊鄰著那個歷史風貌區的旁邊 這麼緊緊相連這個區域蓋三層樓的房子 其實對於傳統聚落的風貌的影響非常的大 那所以我們就在想說好 我們怎麼樣用就是外殼 全部都是傳統的風貌的保存 但是裡面用微調整的方式 來讓這個生活的方式更舒適 譬如說大廳跟旁邊的那個大房之間 可能就是有拿掉一道牆 可能讓整體空間看起來比較大 然後舉頭的部分其實它是更小的房間 那其實對於使用上來講 現在的人口比較簡單 並不需要像以前就是大家庭集在一個合院裡頭 所以我們在就是比較小的舉頭也有做 可能把它做成是常聽之類的這樣的方式 如果更多人知道這種方式 他們願意模仿我們覺得其實 蠻願意提供就是讓人家參觀的 然後建築物老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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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很大的面積其實是 是蜥蜡非常的嚴重 當初業主他們其實提出來的就是 節能跟立面煤化這樣的一個需求 所以我們在做設計的時候 它在立面上哪些地方其實是它的特色 可以做延續的一個樣式吧 所以我們鐵窗也做了一些調整 讓它跟整個設計的氛圍其實更加融合 讓整個建築的立面其實品質更好 另外一個很大的面向的話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節能減碳的那個部分 它的屋頂的我們做了撥成氯化讓屋頂的那個降溫的這個動作 然後還有在吸車做了大面積的那個植栽牆 讓它去做減溫這樣的動作 因為它是在後補的就是主要進入的一個重要的節點的地方 一個地標的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夜間的話就有去考量到照明上的問題 整個陰層黃的繞進的那個路線其實會經過 而且在那個十字路口那個地方是一個重要的停留點 所以我們在屋頂的配置上面有做一個小廣場的空間 然後提供可能是記者或者是公出自己本身的人或者民眾觀看得看它 那從公出做完之後希望從點到面形成一個街區的一個效果 希望藉由這樣子的一個現狀的修繕可以做示範的作用 那風雨走廊的那個部分因為是接近小學 就希望提供一個比較安全舒適的空間 那因為金門其實是老人的還蠻多的 所以我們在公車停的點或者是在十字路口的地方 都設計了一些可以讓人休息下來的空間 有很多公家單位其實都已經把圍牆拆除或者是降低這樣的方式 那所以也希望藉由這一次就是由縣服出資 然後讓那個法院那邊也可以把圍牆降低 也達到我們做街道綠化這樣一個方式 再來的話就是教育局的那棟大樓也是有嚴重的欺債的問題 所以在教育局這邊呢我們就是採取一個希望用一個比較簡單的維護的方式 去做綠牆的這樣的方式 我們那個基地其實它是在校園裡面其實相對是比較高的地方 要做水的回收其實學校有很多老師都覺得不可能 可是經過現場的一些調查之後我們發覺其實問題不大 因為在基地的比較低洼的地方 它剛好是全校區的水溝水匯集的一個地方 所以開始接了這個案子之後呢 我們在基地比較低的那地方我們做了一個很大的蓄水池 就是把學校的那個雨水收集起來做簡易的進化之後 這個水再打回蒸泰池裡面使用 我們有做一個太陽能的景觀橋 用自己的太陽能然後來做自己基地裡面的水循環 以及基地裡面的一個夜間照明的使用 在金門在地非常的強調鄉土教育這一塊 所以也有鄉土的植物 整體上來說可以對校園的師生 除了教育之外的還有一個休憩的作用 以及學生可能與社團聚會等等 那可能再擴及到周邊的民眾的一個休憩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因為它在海邊 我們比較大膽地用了一個跟聚羅有關係的顏色 希望可以在海邊可以有比較醒目的一個作用 遊客在找不到方向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標 所以我們用了聚羅的翹吉來做這個歐洲公測的結構 管理單位都希望它是一個比較低維護的 所以我們選用就是港國用熱激獨行來減低它的那個生鏽的這個疑慮 在白天這棟公測其實它完全不需要開燈 那這個就有一個很強大的節能的作用 那因為希望通風很好 牆體跟那個結構體其實是脫開的 那就是讓那個其實廁所很容易產生異味這件事情 可以因為通風良好而得到很好的解套 我們希望公測不是給人陰暗氣味不佳的那個負面的因素 我們在一個這麼小的基地裡面 應該就是洗小機器它還有其他的作用 譬如說等候 甚至於在回望剛剛去過的海岸的風景 它也可以在那個地方做一個休息 整個基地在放大的話 其實它在接近海邊的地方還有一個涼體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所有的動線都不是單進單出 它可以是一個網絡型的一個環遊型的這樣一個動線 因為使用的需求把人流就是帶到不一樣的地方 就不會有所謂的就是背面或是死角這樣的空間 藉由外面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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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讓在地的單位或者不同的民眾更認定我們 讓我們的理念想要推廣的這些事情容易一些 設計就是自己生活環境的改造 我就生活在這裡面 那我想要改造的就是我生活周邊的事情 阿智上我的介紹會到這邊 那謝謝各位的聆聽 那本來今天來是本來帶輸來打輸 後來覺得東西太多了 那有最近工作室跟我們都有出版一些書籍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Google一下 然後之前有山魚書店也有我的書 有機會的話可以參考看看 老師好 那我可以請教一下就是 好像第三個還是第四個案子 那個看起來本體是RC構造的 可是你用了很大量的鬥子器 那個東西非常漂亮 可是實際上是怎麼處理這件事情的 你是說活動中心那個嗎 還是住宅 因為我其實兩個材料用的是一樣 所以那個住宅的屋主的小孩 有一天發現 為什麼活動中心外面貼的材料跟他們家一樣 然後我說非常好 就其實刻意要用的一樣 那個東西 傳統是這個嘛 傳統是這個大 那 那 那 你要 我現在也還在實驗說想要把 真實的那個厚度用在格勒上面 但目前還沒有業主願意 因為它是 它是 它是像甲心餅乾式的 那所以像 像這個的話 我目前選用的是桃鑽面 就是 有一個叫四尺六尺的尺寸 然後把它組合成 三橫一束 三橫一束 或者是比較多的也有五橫一束 這都是還滿傳統的餘繪 你到鄉間大宅都會看得到 那我就想用桃 桃鑽去讓 減低那個吸熱吧 因為它本身比熱比較 比較優良一點 所以我 應該還是會持續用這個材料 它是外釋材 就是一般是拿來修 修骨厝的正面 它正面要 要有磚喉嘛 所以它是取代傳統材料來貼的 你可以就把它拿來當磁磚用 是可以的 先問一下 第三單元 你說花園一年嘛 對不對 那那個費用 整體大概多少 活動中心大概3500多萬 對 金門的造價會比較高嗎 會還要運費 加一個 1.2左右吧 是 費用喔 這個大概850吧 對 我這邊提一個問題 就是 像在金門 它 應該說以前是佔地的關係 所以它封閉了很久 那 蘇伊這邊 從 開始真的職業 一直到現在 中間 因為 開始產生一些新的 東西 那包含剛剛有提到 像是 之前有一些突擊 就是反正照著做 就不會有錯 的這件事情 到 你開始在嘗試著 了解這個新的歷史脈絡裡面 做一些新的建築 不管是公家的或私人的 中間有沒有什麼遇到一些困難 或者是更多 你覺得需要說服 困難 每天 每天都是困難啊 我講一個最近的困難就好了 就是 活動中心蓋完要 應該大家 這邊沒有金門人吧 沒有金門人我才在講 對 活動中心要蓋完了 要有落成志 然後落成志 我們不是 聽說是某個代表 寫的 他可能以前是記者 那他寫到 這個設計說明 他做 這個設計 的中心構想 就像 槍樓 槍樓 各位 知道嗎 槍樓就是 防守用 可是 其實建築物不能直接 陰套 你不會說 我就像林志玲 那就很 不太清楚 因為這裡的建築物其實 這裡談的概念都是比較中和性的 我不會像 我不會像林志玲還蠻直接的 就是我不會拿過去形式直接 這樣套在你身上 就像各位開的轎車不會像馬車一樣 這樣說就在這裡 可是他覺得我 可能我過程中有談到一點點 可是他覺得 他若曾治就想要那樣寫 這時候我們就有一點 有一點要辯論的 就是有時候是 設計者都這樣說不太正確請校正 為什麼你要堅持 就有時候那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話語權的問題 就是設計不是你做 為什麼設計中心構想是你提 就怪怪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尊重 他是部分的業主這樣 這是一個問題 那也有 比如說一天到晚有人在問說 你那個 你家住家 造價多少 然後 因為我們那個做法是縣政府會 補助二分之一 他要維護 為了要維護這個運動嗎 他拿給 那個所有全人 你要維護這個風貌 他願意 國家願意拿二分之一的材料 公司 幫你保住這個 那個風貌 不然大家都要去換房子 村子就不見了 所以這也是需要 需要有一點鬥爭的提法 當然還有業主 各樣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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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一樣的 有很多需要努力的 所以我覺得每天都 對啊 然後我每天還要面對學生 所以 學生陣頭更多 這一下老師跟你請 一下請假一下 都會有很多問題 不過我覺得有趣啦 工作是有趣的 老師你好 我一直很有一個疑問 就是如果那個 氣候跟建築物的變遷關係 像金門那邊的話 不是太冷就是太熱 那通常這種情況下 在當地的建築 以前是用那一種 那現在的新建築 這一些 你剛剛說是 運用新的材料 那這樣子的話 你還會不會就是 取捨一些 比較傳統的那一種 那一種 那一種東西呢 所以我現在其實用陶磚 就是在呼應這樣的事情 事實上它的嚴峻的時候是 夏天跟冬天 現在的氣候叫舒適 現在的氣候就是 可以 穿著半長袖 散步沒有什麼大風 這樣 可是冬天就是 刮得 花枝亂戰 就是你化完妝出去 出門一趟回來就變點頭髒這樣 就是 所以你要面臨的是 為什麼它要蓋低雅 然後蓋斜屋頂 我覺得有一個說法是 風 強風 那你會看馬祖有很多壓瓦的石頭 那就是因為它 也 也 也 那個 金門畫 它的風叫荒 你說荒會給你掃 掃到 風大到那個狀態 所以為什麼會有風失野 那所以風一個是風 那幸好我 那個花岡研盤所以比較沒有地震 那台灣的條件就是 那個要抗震 那金門就是風 另外一個就是 乾濕度收縮很大 40度的乾 40度基本上是大陸氣候 40度的濕度到95度 95度就是春天起大霧 那時候金門會有社會新聞 大家在那邊 要回家回不來啊 那個就是 90 大概90幾度濕度 90幾度濕度 90幾度濕什麼濕度就是 我一摸是濕的 就是 就是那個狀態 有叫春霧嘛 那個是地形跟季風的問題 所以這幾個條件 所以你要坐的家應該是 那個會呼吸的 然後 他現在材料我們可以氣密的 你可以控制濕度的 要不然你放著什麼任何書啦 古籍啦 照相機啦 經不起這輛的那個氣候考驗 所以我覺得在建築材料上 應用那個 呃 一個就是耐後性 耐後性好一點的 然後你可以從傳統材料 或是從新材料去試 那比如說我們也會 試驗撥水 或者現在有熱土 熱土現在台灣發明的 用水庫泥沙去提煉的是嗎 那用這種材料都可以去逐漸嘗試試驗這樣 那就是為了遮風避雨 大概也是這樣的回答 那今天就非常謝謝各位來參與我們的講座 謝謝大家 然後也謝謝陳老師 謝謝